大家好,我是启哥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宣江是一个怎样的人 揭秘宣江为何被视为淫荡的代名词 我们继续来讨论所谓的女性淫荡所产生的原因 我们来看看男性在这个问题上 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现在请齐国的第二位美女宣江上场宣江 美丽指数 五星不幸指数 四星 和庄江比宣江的悲剧还要大 而且宣江的悲剧完全是由一个男人造成的 这个男人就是魏宣公 《红楼梦》里交代怒骂贾父 爬灰的爬灰公共勾引儿媳 暗指贾真和秦可卿油染杨小叔子的杨小叔子 骂王熙凤和贾宝玉有一腿 我敢肯定交代要是不知道有魏宣公这么一号的 如果知道他肯定会骂得更难听 先来看看魏宣公何许人也 在上一章里提过 魏国的周虚杀死了庄江的杨子 还错了魏国的国君 也就是魏桓公 帮助周虚完成这件事的人 是他的一个铁哥们教使后 时候的父亲石辣大义灭亲 此成语就来自于此 干掉了自己的儿子 然后又联合成侯干掉了周虚 立了还公完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晋 当时还在外国 做了魏国的国君 这就是魏宣公 当然魏宣公成其王位的时候 大家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 左传上说 善其得众 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一件 难以置信的是浮出了水面 魏宣公老人家狠色 而且已经色到了无与伦比的境地 他竟然看上了自己的树母遗将 这个女子也是齐国人 所以用江姓并语之私通 这个故事我最早是在冯孟龙的 东周列国之里看到的 我一直以为这是冯孟龙杜传的故事 后来看了左伸正义 才知道自己错了 确实有这么档子事 好了就好了吧 搞搞一夜情也就完了 结果一江被搞大了肚子 而且还把孩子生了下来 这个孩子取名叫吉 也叫吉 这个名字贴切能不吉吗 这个孩子被生下来后 怎么处理正史上没有记载 东周列国之上说 他被寄养在了民间 我觉得放在宫里也无所谓 魏庄公拿儿子当兄弟看呗 魏庄公即位后还是很喜欢一江 他不过一切将一江立为夫人 把吉立为了太子 实际上说 宣公爱夫人一江 一江生子即以为太子吉长大了 该去老婆了 结果魏宣公为他准备了一门好亲事 就是当时齐齐公的女儿 当时闻名全周朝的大美人宣江 公元前七百年 这位历史上臭名昭著的 魏国国君去世了 对他我没有任何可以评价的了 让历史上的骂名去报应他吧 魏国的百姓用了诗经中的君子偕老 一篇来形容宣江和魏宣公的 这一场荒唐的婚姻 某诗序上对这首诗做了解释 意思就是说宣江没有贞德 只是外表漂亮 怎么能期望与夫君白头偕老呢 就是这个意思 王国为对这首诗有着不同的理解 他认为诗中子之不输 云如之和是对宣江不幸遭遇的同情 王国为说 不斥宣江之诗德 而但言其遭忌之不幸诗人之后也 我个人觉得王国为的解释是比较中肯的 很遗憾宣江的悲剧并没有就此结束 更荒唐的事情还在后头 魏宣公死后宣江的二儿子说 继承王位 这就是历史上的魏惠公 但是魏惠公与母亲曾陷害过太子 而且累得哥哥遇害 所以魏国很多人怨恨他 魏惠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96年 左右公子这是个官迷 估计相当于左右丞相发动内乱 把魏惠公赶走了 魏惠公到了自己的舅舅家齐国 后来齐国出兵才帮助的魏惠公复辟 在魏惠公政治流亡这段期间 齐国为了保持与魏国的友好关系 竟然想出了一个让人感到哭笑不得的办法 大家听完这个故事千万不要被气得晕倒 出这个主意的齐乡公诸儿就是现任的齐国国君 宣江的哥哥如果大家知道他的故事 就不会为他出的这个主意感到意外了 齐乡公让宣江嫁给魏宣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说 昭伯 这个决定出来后 宣江的反应并不像他嫁给魏宣公时那么激烈 但是公子说根本不同意 因为这是一个在理念上真的很难让人接受的决定 一个女子要先后嫁给老子和儿子三个人 这创下了中国历史的一个乱伦的记录 不过这件事情不是所有人都反对 魏国的贵族们不想得罪齐国都支持齐乡公的想法 左传 敏公二年说不可 强之意思是强迫公子说与宣江同房 至于怎么个强迫法史书上也是记载不详 也实是这样说的齐国大使 公孙无知和魏国公子职作为中间人 为了完成齐乡公的命令 把公子说灌醉 让宣江与他同床把生米做成熟饭 这个说法我一直不同意 我的看法是从客观上来说 公子说可能并不同意这桩婚事 但是从主观上来说他和他 但老爹魏宣公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公子说和宣江一连生下了五个孩子 其子魏代公魏文公送还夫人许慕夫人 大家看看孩子的数量 就知道两个人平时的性生活有多么频繁了 还说公子说不愿意假惺惺的骗谁啊 很明显这位公子说是一个说一套 做一套的人 最让人为难的问题还在后边 魏惠公说复辟后要怎么称呼这几个孩子呢 这儿侄女不是兄弟姐妹也不是 我看魏惠公只能说一句 我怎么有这么个妈的妈啊 至此春秋时最混乱的一场婚姻落下了帷幕 感谢您收看齐哥说历史频道 欢迎将您的想法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